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收藏的 我們今天要來租韓服 今天影片想要帶你們一起去體驗 韓國的傳統文化村 聽說在這邊租韓服 跟你一般在首爾的警符公租的韓服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裡不一樣 所以就跟著我一起租韓服吧 看好了嗎? 看好了 好 來 3 2 1 怎麼樣? 很橘 為什麼是橘的? 很橘啊 這個橘子很橘 我都以為你會說說很漂亮什麼的 1 2 3 3 米露挑買一件 然後聽說這邊有一些特別的衣服 然後聽說這邊有一些特別的衣服 特別的是紙 就是那種啊 那種將軍的啊 或是那種打仗的 喔這好重喔 龍甲 這個腰帶的那個 這好浮誇喔 對啊 米露挑好他的 耶耶耶耶耶 韓服的 一開始挑這個黑色 但是我還覺得其實蠻冷的 裡面好像在套一件這個 然後最裡面是穿這件 沙沙穿的 買兩件第二件半件 因為覺得等一下應該會很冷 所以我們就披上了這個背心 可是呢 這個背心呢 它是沒有套 就是它是沒有袖子的 所以 不知道會不會飽滿 好吃喔 不知道為什麼 本來呢 今天呢 是有個公演的 但是因為現在下雨的關係 所以呢 就取消了 可是他們就是還是一樣 站在這邊 可愛齁 超可愛 好 你有朋友嗎 我想找到我的妻子 好嗎 你呢 好嗎 你好大家 我們現在呢 我們在韓國的民俗村 然後其實我一開始 剛來之前 我在車上 一直以為 它會跟警服工很像 就是 我們穿著韓服 然後進去裡面拍拍照 然後它可能就是一些 建築物 可以提供我們拍照 這樣子 但是呢 我進來之後發現 它其實跟我想像的 完全不一樣 它比如是 我們之前就是想像的 警服工那樣子 穿著韓服 只能夠拍照 它這邊呢 有非常多的一些設施 還有一些公演的表演 而且餐廳也非常的多 我覺得這個概念就非常像是 台灣的九族 五花村的概念 就是它有很多一些 傳統的一些表演 然後傳統的美食 甚至裡頭 連遊樂設施都有 因為我剛才呢 看了它的這個 導覽 它上面呢 居然就是連遊樂設施啊 然後還有一些公演表演 海盜船啊 什麼都有 然後呢它在每一個 節慶的時候呢 它都會有一些 比方像過年啊 中秋節 冬至端午節的時候 它們都會有一系列的活動 所以表示說 如果你今天來這邊的話 你不只是可以拍照 就是你還可以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而且它這邊也有不一樣的體驗 比方像你可以就是 租借它們的一些服裝啊 或者是道具幹嘛什麼等等之類的 就是我覺得比起 我在首爾玩過的那些景點而言 我覺得這邊是更豐富的 就是更推薦大家可以來玩 因為你們看它的地圖 它其實非常的大 嗯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設施啊 像是什麼市集啊 民俗村啊 遊樂村啊 等等之類的 它就很像是一個遊樂園的概念 好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在這邊呢 它有點像是餐廳的休息室 然後我們現在是點了咖啡 應該等一下就會到了 因為現在外面天氣真的非常冷冷 這是我們剛剛點的雪濃湯 比鹿的紅豆粥 欸這個很奇妙 這個超漂亮的 我本來以為可能是紅豆甜湯 可是那個傳統市場 本來就是紅豆粥 就是這是紅豆粥 這是紅豆泡飯 對 而且你可以自己加糖 它是甜 它會甜嗎 不會 好 水濃湯 看一下裡面有沒有 肉 欸 怎麼才一點點肉而已啊 超好 對啊 安妞大家 我們現在終於吃完飯了 然後 因為沒有下雨了 所以就是終於可以出來 就帶你們稍微的逛一下 我覺得這邊真的很不錯 因為它其實我覺得它的一些設計吧 比較有趣一點 它後面其實你吃飯的地方 就是有點像是那種韓霧的設計 雖然它裡面就是現代的感覺 但是呢就是它的外表是那種韓霧 就等於就有點像是你在韓霧吃飯的感覺 然後包含就連廁所都是這樣子的建築 然後那邊還有那種草屋 我覺得這邊其實蠻好拍的 如果租借韓府的話 在這邊拍照應該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三二一 米竹村醫院 米竹村醫院 醫女!醫女! 這邊的病人呢? 我在下面 然后呢 你走到出口这边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些写真馆 或者是一些贩卖部 然后还有Pionichu 反正就是在这边 你就是可以买到一些纪念品 或者是你想要吃东西的话 这边都可以买 而且它这边设计其实蛮Q的 就是那种韩国这种灯 蛮可爱的 就是在这边拍照也可以 虽然这边人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 10分我会给8分 我觉得这边真的蛮好玩的 就只是因为今天下雨的关系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阴阴的 感觉好像没下雨的话 应该会蛮漂亮的 推荐大家可以来